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阿成 那繼前兩集呢 這個機艙的這些檢查都設定完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進階到這個 CTU Preflight的設定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套任務的這個航程 我們要設定在我們的FMC裡面 也就是我們常說 我們把飛行計畫輸入到這個 飛行電腦裡面去 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按下Ctrl加3 好,然後記得準備好就是你的航圖 好,那我們的航圖我現在打開看了 我們今天的航班呢 是就是CI621 就是華航的621 然後由台北飛到高雄的航班 那我們先大概大概簡略上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輸的航線是什麼 我們往下滾一點 在第二頁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Routine Routine 那這個Routine就是等一下我們要輸入的航線啦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航路呢 是走Charlie1 Charlie 然後TangleTree TangleTree的Transition 選到馬公 威士忌6 到西港 然後西港1 Julia Arrival 然後到高雄的09 好了,那我們先來回到我們的飛機上 那進到FMC裡面啊 我們按一下第一個FMC 好,然後我們可以直接按一下Root page Root page 那這裡呢,我們輸入我們的進離場 我們的離場是RC 里皮 然後到RC KH 好,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離場的跑道嘛 那今天我們是用05左 我就輸入05左 好,那Flight Number呢 就是看各位你在計畫這個FIM計畫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什麼班號 那剛剛我們是用CI621嘛 然後 呃 這邊輸入的是航公司的三位數代碼 那 花航是CL 那我們就輸入CL的621 好,那後面的這個這一組號碼呢 是看個人 你怎麼設定 你可以飛長龍啊 EVA啊 呃 星宇啊 Starwalker SJX啊 SJX啊 好,然後搭配三碼數字 輸入進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按一下我們的 RT 跟著我們的Departure Arrival Departure Arrival 然後選擇我們的離場程序 離場程序 那我們的離場程序呢 是05左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選擇你要的跑道 他就會把這些跟我們要起飛的跑道 不相關的離場的全部都給刪掉 那我們按05左之後呢 他只會留下Charlie系列的啊 跟著就是 呃 Kudos1啊 或是Charlie1啊 CharlieC系列的 那我們就按一下我們的Charlie1 Charlie 然後我們再到root page 後方 把剛剛的航線呢 給補上去 那我們剛剛Charlie之後是T3 從T3到馬公 然後 威士忌6到西港 這樣子 然後到西港之後啊 我們就要準備接到Arrival了嘛 我們剛剛台南之後 TNN之後就是 高雄的進場程序了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選擇Departure Arrival 然後高雄的Arrival 然後選擇09 然後找剛剛的TNN1J 那這裡沒有TN1J 所以我就按下一頁 因為這邊有兩頁嘛 好下一頁之後 第一個就TN1J啦 我就把它點選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到root去檢查一下 我們這個航線啊 跟我們的飛行計畫上面是不是 一樣的 TN1J起經 然後S09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按這個 Legs page 然後我們再看我們的飛行計畫 好我們往下一點呢 會有我們的每一個航路 航點上的每一個航路 我們會去對照 我們會去對照這個 每一個航點是不是 跟我們的飛行計畫一樣的 那我們第一個航點 淘機起飛之後 第一個航點是TP050 好TP050 然後接下來是Novas Novas 然後Decoy Decoy 然後接下來是Sumer 好Sumer 然後我們再到下一頁 然後Sumer下一個是Charlie Charlie 然後接下來是Candy 因為我們到Charlie之後嘛 所以Charlie之後的航線 他只有幫我們寫是T3 所以我們在T3的過渡航線上 OK 那Candy 然後Agent 馬公 馬公 MKG 然後Torux Torux Torux OK 然後下一頁 好 然後下一頁是這個 開始下下降了 POD是開始下降了 好 接下來下一個是台南 TNN TNN 然後 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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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旗巾 旗巾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IOS109 好 那確認以上這些都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按一下Active 好原本我們的航路啊 會是像這樣子 是藍色虛線的 因為這是計畫航線嘛 那確定沒問題之後 我們按一下Active之後呢 再按一下Execute 他就會變成紫色的實心線啦 也表示我們的這個航路已經 就是都輸入完成了 那接下來啊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按這個Initial Reference 好 然後來去輸入我們的飛機的重量 那Zero Fuel也就是零油重啦 我們零油重還多少大家還記得嗎 零油重今天是10萬磅 所以就打100 放上來 好 那這一個Reservice Fuel 我們要輸入多少呢 我們看我們的航飛行計畫 我們飛行計畫的上方呢 有我們今天飛行的這個數據 好 那這邊有寫我們Trip 是我們這趟航程嗎 到高雄是457 然後Contingency 15分鐘 Alternate是回台北 我們計畫是回台北 那Final Reserves Fuel呢 是法規規定的 會有30分鐘的油料 所以呢我們會把回台北的油料 就轉降機場的油料呢 加上這個30分鐘的油料 然後再加上一個400的應急油料 就是讓你緩衝用的 緩衝用的油料 所以呢這邊的話是3273加上1879 然後我們再加上400 所以換算出來呢 算出來是5.5就是5552 所以呢我們就輸入5.5 5.5 然後放在這邊 那等我們飛機上的油啊 就是用到剩下接近5.5的時候呢 他飛機就會跳警告啦 就會說 哎 你已經開始要吃到這些油料囉 你如果有什麼其他的決定 你要趕快做決定 例如說 你到底是要繼續留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高雄現在天氣不好嗎 那也許可能過幾分鐘後天氣就好了 你要跟他繼續留在這邊等呢 還是說你不想等了要回台北 要趕快做決定了 好 然後接下來是Cossing Desk經濟指數 那這個經濟指數呢 在我們飛行計劃的右上角這裡 這裡 那他這邊今天給我們20 所以我們這邊就輸入20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巡航高度 巡航高度我們今天是飛22,000 那巡航高度寫在這邊 好寫在這個地方 ICTP 22,000 所以我們會輸入22,000 220 22,000 或是FL220 他都可以接受的格式 ok 那下一樣呢 是我們的Cruise Win 就是我們的巡航風 跟風向風速 我們打開飛行計劃 往下找一點 找到我們的航路這邊 有一個叫TOC TOC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在TOC這個點的風呢 是251 48 然後外面溫度呢 是M43 就是-43度 好 所以我們選擇 FMC這邊輸入25 251 FMC 的48 或是減是斜線 減48 好 然後呢我們剛剛的溫度多少 -43嗎 -43 然後就把它壓進來 那這個輸入之後啊 其實會讓我們在 飛行過程中的油耗以及飛時呢 電腦會算的再更清楚一些些 更清楚一些些 好 然後這個Trans altitude 就是我們的那個高度轉換空城 那臺灣這邊呢 離場呢都是11000 11000 好 然後到場的是13000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把另外一個地方 改成這個到場的這個轉換空城 這轉換高度嗎 轉換空城這樣子 那這邊這一頁都輸入好之後 沒問題我就按下Execute 好那Execute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來到下一個N1 Limit N1 Limit 這裡啊 其實 在 真實狀況的話 是我們要等待 等待 飛機上的客人啊 貨物啊 全部都上來之後呢 我們拿到一份新的載送表 那我們會透過另外一套軟體去做計算嘛 去做說 哎我們今天這個跑道啊 要用多少推力啊 要不要減推啊 有沒有必要用到全推力起飛啊 全馬力起飛啊這樣子 那因為這邊呢 我們沒有這個 這個 那個 計算程式 所以我們就選擇TO2 我們就直接降到 2萬4千磅的推力 因為 陶機跑道其實夠長嘛 所以2萬4千磅已經還算滿夠起飛了 好 然後這裡呢 是 室外溫度 現在15度 因為我們用的是FuCloud 所以現在室外溫度是15度 然後前面的SEL呢 是一個叫做假定溫度 就是我們輸入給他之後啊 電腦就會覺得說 哎現在外面還是很熱啊 那很熱狀態下 我們就不會 把馬力給全輸出 因為他要防止保護引擎嘛 不要過熱 那也我們這邊也是因為沒有那個 計算程式 所以我們這邊就放空 我們只要單純的減推 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按到下一頁 take off 好 take off這邊呢 我們起飛的flap都是用5 那其他國家 其他航空公司 可能不同的這個起飛的設定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依台灣這邊的來做設定 好 然後航空公司就是都用5 其實他以前的航空公司有分什麼1啊2啊5啊 看天氣啊 看當時的狀況啊 那時候後來覺得太麻煩了 好 全部都統一用5 好 ok 好那我們推力呢 24000磅 就剩下94.6的N1 然後CG我們的中心點 中心點的話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飛行機 呃 更正哈 我們的電腦 電腦是隔壁台 好 然後我們按一下FX action 然後選擇payload 那 我們剛載重載油載完之後 他就會幫我們算出一個中心點嗎 那中心他要在23.8 我們可以回來這邊直接對這邊輸入23.8 也可以在這裡按一下 他就幫你帶出來23.8 你就速度給他就好了 然後我們的這個trim呢是4.78 我們等一下改這個trim 好然後我們再先到下一頁 這邊呢我們的加速高度啊 桃園機場啊都是1000 1000的我們會低頭開始加速 然後1000的推力轉換 從起飛推力轉換成爬升推力 然後 engine out solution high 這是引擎 如果你一顆引擎壞掉了 或是單引擎 在v1啊 起飛的時候 v1刻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 在1000尺開始加速 這邊改完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前面 然後把這三個值 各點一下 如果未來有有這個計算程式出來時候呢 我們會再做一集影片的跟大家講解如何使用就是OPT就是計算程式來去跟FMC做結合 然後把這個計算值算出來之後輸入到電腦裡面 那我們再回到第二頁看一下 這裡啊 如果說您今天飛的天氣呢是下雨天 你就要把它改成下雨天就是wait 應該是dry 現在是好天氣是dry 改成wait 那sk就是有下雪啊 如果比較實滑 滑就會用到sk 這樣子 好 我們回到上一頁 好 這邊完了之後呢 我們會把v2 v2這個126呢 輸入到我們的mcp上面 我們這邊寄個兩個數字 一個是126 一個是4.78 好 我們按下ctrl加1 上來到上面 我們這邊輸入126 126 好 然後往下看一點點 我們把我們的trim呢 調到4.78 78吧對不對 4.78 我們就把它往下調 讓他接近 接近5的地方 差不多 好 差不多這邊 4.78 ok 拿起來 ok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啊 這裡啊 這個好了之後 接下來這個heading 我們會調整成跟我們起飛跑到同樣的方向 那套機跑到是0.54 嘛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轉到0.54 好接下來這一個outitude 高度高度呢 呃 航管都會給一個初始爬升高度 例如說 台北淘機 都會給3000 那他可能會說 Dynasty 621 clear to 高雄 然後金融 然後client maintain 然後squawk 多少 squawk就是我們的雷達電碼 好 那如果有航管給你高度的話 你就把它給你的高度轉到這邊 那如果你自己飛 的話 你也可以轉到你航路上的第一個限高 或是 直接轉到你的final altitude 都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怎麼樣選擇 然後 接下來是尋達電碼 尋達電碼 這邊 好 那這個尋達電碼也是 是航管會給你的 例如說 呃 clear 高雄 然後squawk 4301 假設啦 我們就打4301 就像這樣子 ok 那我們的這個fmc的部分啊 就差不多設定完成 然後還有一個小地方補充一下 我們會把這三個 climb cruise design 我們會稍微改一下數字 我們這邊可以輸入280 的 7 8 好 然後按一下sq 然後巡航呢 就讓他自己去算 因為我們飛220吧 所以他可能算出來 點66已經很高了 好 那你也可以再另外把他輸280給他 這樣 那他就只會飛表數 啊 indicator speed 2A0 這樣 好 好 那接下來是到design 啊 design的page 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給他280 280的 跟這反過來 因為他是從馬赫轉換成那個空數嗎 對280的點 1.78 280 好 然後接下來到這邊先nsq 之後到下一個forecast 這邊呢 我們要改換我們的trans flat level 就是我們要下來嗎 我們從高空下來的時候 多高的時候要轉換成QNH 這樣子 我們就輸1萬3 台灣是1萬3 我們就輸1萬3 我們就要輸入進來 啊就可以了 好 那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會把我們這一個 呃 負責飛的那一位 有些pf嗎 我們會把它放在 takeoff的page 那takeoff page 然後另外一個監控的呢 可能會放在leg page legs page 這裡 legs page or program page 就是看到時候你要怎麼樣去看 好 那今天這個設定呢 以上就是這個 CDU Prefile的 這個procedure 那我們這邊設定完之後呢 就可以準備跟航管要許可啦 許可要完之後 就我們就開始準備要後退啦